飼料成本上漲 到農民的生產成本上漲 農民要在合理的利潤底下 才可以來生產所有的 包括我們的毛豬跟肉雞 雞蛋等這個生產 目前的這一個相關的 整個的毛豬的拍賣價格 我們都會依照跟農民 跟各協會討論的 一個綠燈區的合理價格 來運作 如果國內價格高漲到一個程度 進口的數量當然會跟著就進來 所以整個毛豬過去的拍賣的 市場的價格運作底下 都非常的順暢 不會有任何豬肉短缺的問題